说到这儿 55岁的蔡阿姨可是有话要说 最近随着天气变热 蔡阿姨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烦躁了 不仅脾气大 就连自己的立架也是时有时无的 所以她就以为自己是到了更年期了 我早就警告过 我现在是更年期 我更年期更不好 你晚年是不会幸福的 久闻久知 不仅家里老公孩子不敢跟她大声说话 就连外面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们 也都被她得罪庆了 蔡阿姨这才想到去医院调理调理 可是出了医院却发现 大夫给她开了一堆治疗肾虚的药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更年期的病人 他也经常是出汗 烦躁 焦虑不安 左疼右痒 更年期的症状和肾阴虚的症状 经常是混淆 其实男性也会出现更年期 也不是单纯的女性 都会出现肾阴虚的症状 所以它就是出现内热比较大 然后烦躁 然后腰气也酸软 这是个共性 其他的就是热 又挺 内热而引起的 肾阳虚反而是怕冷 但是肾阴虚的话反而是怕热 对 另外刚刚您还提到了 就是有一种情绪上的表现 烦躁上火 那这个烦躁上火就是肾阴虚吗 不一定 烦躁上火有湿热 有食热导致的 但也有阴虚导致的 但它都有夹杂的别的症候来判断的 它一般都伴随腰气酸染 口干舌照 然后蛇肢红都有这些症状